今天想說下需求彈性這個概念是公開試怎樣應用的 首先重溫什麼叫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就是價格和數量的關係 無論減價數量升得多些 或者加價數量跌得多些 都叫高彈性的 相反什麼叫低彈性 低彈性就是說數量不是怎麼動的 加了價數量不是怎麼跌 或者減了價數量都不是升很多 那就叫低彈性 接下來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考試很常見到一些字眼的總收入、總支出、總銷售收益 其實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都是講價格乘數量 我舉個例子 可樂5元一罐、賣出10罐 對可樂公司來說 它的總收入就是P乘Q 即是50元 或者可樂公司的總銷售收益 都是50元 或者從消費者的角度 P乘Q 他就給了50元 總支出買罐可樂 都是講P乘Q 但考試題目可能有不同的名字 大家不用怕 都是講同一樣東西 接著我們看看下面的MC折錄 或者和我可以fizz畫面 看看自己懂不懂做 公開線欄的地方 它沒有直接把P、Q寫出來 它只是說封收 但你要醒目、執生 封收其實東西供應多了 價格下跌 價格下跌會導致數量升 收入會增加 價格下跌 其實農夫收入會跌 因為收少了 但數量賣多了 收入會增加 今次我們要更高收入 即是說 升的幅度要多些 其實根據我們的定義 這是什麼彈性 應該是高彈性 所以答案應該是A 不要緊 好像很隱悔 但做得多 PASS FABER其實都是千篇一律 第二題 失收 失收即是供應少了 所以價格會上升 價格上升 數量會下跌 好了 今次是高彈性 就是什麼意思 高彈性就是數量跌得多些 數量跌得多些 其實是一個損失來的 加了價 其實可以賣貴一些 是一個得益來的 很明顯 跌得多些 那就是說 損失大過得益 所以總收入或者總輸出 其實會下跌 所以答案是B 來多一次 由於高彈性 的定義 就是說 數量跌的幅度 會大過價格上升的幅度 所以損失會大過得益 所以兩個乘埋 總支出會下跌 好了第三題 就不是問你彈性 只是說 數量變動百分比是大些 現在要提高的收益 提高的收益 先講個結論 好 這邊要大些 這邊要得益大些 就是說 比如說 上升的幅度 要大過 價格下跌的幅度 是不是 數量的上升 其實是得益 好了 這邊升了 另一邊就會跌 因為兩個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 其實這個是高彈性 不過題目不是問這件事 題目問應該要減價 好了下一題 食物失收 失收供應少了 應該價格會升 好了 價格升 數量就會跌 需求量 好了 就這樣看 什麼都沒有說 其實一個 賣貴了 收入或者支出會增加 數量跌 收入或者支出會減少 應該其實就這樣看 不知道 因為它沒有比較彈性 好說 價格升得多些 一定是數量升得多些 所以我答案應該是C 好了第五題 就說菜心豐收 它難的地方就是 沒有說升還是跌 但是你應該知道 之前做過的話 豐收其實應該是價格會跌的 做量升的 好了 題目就是價格跌50% 跌得多 數量只是升了40% 升得少 所以 跌得多 升得少 它又不是問彈性 大家都知道低彈性 但我們這次回答問題應該是 兩個成賣應該是會下跌的 好了第六題更簡單些 因為它簡直說明 交易量跌49% 價格升了13% 價格升了13% 很明顯是跌得多些 應該總之出賣下跌 其實是二個上一題 因為它 直接給你一個方向 又不是只是 改變 OK 因為天氣惡劣 其實應該是失收的 價格會貴了 但它已經給你了 已經 如是者我們做多兩題MC 或者同學停一停自己 看看 懂不懂做先 我們對一對答案 好看回第六題 我們看到價格是不斷上升的 但不要搞錯 第二欄是總支出 其實是說成賣Q之後那個 亦是增加的 好了我們說價格上升 數量就會下跌 但是兩個成賣 是要增加 就是說暗示了 增加的幅度是要大些 好了這個是什麼彈性 不斷加價數量都不跌 我們說低彈性 所以答案是BOY 好最後一題MC 是折扣 折扣即是說是減價 減了價數量升 減了價數量升 我們不知什麼情況 還要看彈性 對吧 那A的情況 好了如果是高彈性 高彈性即是說 好了數量會升得多些 所以總支出是會上升的 所以A是對的 來多一次 高彈性減價是可以刺激到銷量的 所以總支出 或者兩個成賣 P成Q是會增加是對的 不過有時間看BOY 不過有時間看BOY 什麼叫低彈性 不斷減價數量都刺激不到 所以 減價的損失是大些 所以總支出兩個成賣應該會跌 那就不是升 所以B就不對 好 最後我們看看一題的問答題 即是去到公開市 全部都是這樣的 它只是給你兩樣東西 它不說的 叫你找出什麼彈性 其實我們都是這樣分析者 我們填回那些 missing了的東西 好了 好了 加價上升 其實Q會跌 OK 加價其實帶來得益 每張手貴了 但是乘客搭少了 造成損失了 但是它要總支出上升 那就是說 增加的幅度要大些 數量下跌要少些 好了 那這個其實是什麼彈性 沒錯 就是低彈性 那麼我們答問答都是的 我們先做了個分析先 然後呢 先再寫文字作答 和畫圖 那麼的好處就是說 其實你已經方向有了 上升啊 下降啊 大個啊 小個啊 你不是一路做一路想 因為很容易錯的 你Plan好之後呢 其實你只不過跟回一些符號 用文字和用圖表達出來 那就很穩陣的了 好了 將些分析變回文字就是這樣寫的 第一先講幾論先 對回這裏 港鐵的需求是屬低彈性 好了第二句怎麼表達 價格或者票價上升百分比 有時寫百分比百分率無所謂的 都對的 OK 箭嘴符號大於即高於 數量下降百分比 這個數量其實寫需求量 不過穩陣些寫數量呢 也都不會錯的 好了 下跌百分比 因為跟回彈性的定義 無論價格和數量 都是在說百分比的 好了 這兩句已經其實拿了分數了 第三句就是這個 寫可不寫都不會扣分的 價格的增加是支出的增加 數量下跌是支出的減少 好了 支出增加大於支出減少 那就回答了文字的部分 最後就是畫圖 好了 在圖上表達低彈性有兩種畫法 其實最正確的表達應該是高彈性 就畫高些 低彈性就畫低些 但有第二個說法就是畫斜些的 需求線都是低彈性 其實沒有衝突的我講過 因為畫的斜大部分都是在下面的部分 即大部分都是在低彈性的範圍 同學你選擇一個自己容易記到的 去表達低彈性 唯一要小心點的就是今次要加價上升 你就不要一跳就跳得那麼高 由低彈性變高彈性 整個圖就錯了 沒有分數了 由頭到尾 所以我們都在說低彈性的範圍 然後票價上升 然後表達前後支出的分別 之前是P0乘Q0 加了價之後 支出是P1乘Q1 我們說面積有兩個的改變 比較之前之後 好了面積改變 我叫同學畫了一些箭咀 其實除了避免扣分之外 也都方便自己不會做錯 價格的上升加了價 所以這個面積一定是支出的增加 我們Label過去就最穩陣不會被扣分了 相反下面的面積 墊咀見到數量是減少的 OK減少了應該毫無疑問 就是一個損失來的 我們Label它 這樣就可以完整地拿出所有的滿分了